很多人争辩说地狱不存在,其中也包括基督徒在内, 但是天堂的存在却没有人争辩,很有意思吧? 人会争辩的通常是自己反对的论点,自己赞成的论点就不会想去争辩, 不过非基督徒确实会争辩说天堂不存在,也会批评我们相信有天堂, 主要有两种批评,有些非基督徒说天堂只是人心的慰藉而已, 说天堂是出于人的想象,只是为辛苦的人生寻找寄托, 就像童话故事有珍珠城门,黄金大街,不可信其有, 所以就像有人开地狱的玩笑,也有人开天堂的玩笑, 通常是拿使徒彼得当主角, 连某些犹太人都会开天堂的玩笑,像萨都该人就不相信有天堂, 他们不相信天堂的存在,跟大家讲个故事, 有一次他们来问耶稣说,有个妇人死了丈夫, 丈夫的大地娶了她,后来也死了,然后二地娶了她又死了, 她总共有过七人丈夫,将来在天堂不会很乱吗? 当人人都复活了以后,她算是谁的妻子呢? 萨都该人问完后彼此窃笑,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在天上男人不娶,女人不嫁,人会像天使一样不会死, 耶稣就是在这里说天使不会死。 可是有些人则控告我们说,相信有天堂是在逃避, 还不只是无伤大雅的空想,而认为是在逃避现实人生, 让人在恶劣的处境下仍然可以知足。 有很多黑人灵歌,记不记得有一首黑人灵歌说, 我有鞋,你有鞋,等我到了天上, 我要穿上鞋,走遍上帝的天堂。 改教派说,这是在鼓励黑奴, 没鞋也可以快乐,是教导他们天堂的事。 《水孩子》这本书的作者,查尔斯·金斯利, 竟然批评天堂的盼望, 他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 却说天堂的盼望是鸦片, 是人的鸦片。 卡尔玛克斯把人的鸦片这个词改了, 说基督教是鸦片, 只是要让人在恶劣的社会处境仍然可以快乐。 诗人批评说,教会谈太多天堂的事。 教会竟然就容许世人来决定该传讲什么, 结果今天的教会很少谈论天堂。 现代诗歌也很少提到天堂, 更别说提到地狱了, 古老的诗歌才有。 教会接受了世人的批评, 对于未来的事, 从谈得太多变成谈得太少, 对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回归平衡, 所以我想谈谈天堂。 在圣经中, 天,heaven这个字很有弹性, 比如可以指有飞鸟的天空, 鸟在天空飞, 再高一点可以指云所在之处, 可以指更高的蓝天。 其实, 希伯来人把天想成好几层, 讲到三重天, 七重天。 其实, 保罗有一次还讲到他的灵魂暂时出窍, 他的灵魂出窍到了三重天, 看见许多肉眼看不见的事, 于是上帝不得不把一根刺 放在保罗身上, 让他保持谦卑。 所以, heaven这个字在圣经中有许多含义, 但至高的天上是上帝的住所, 我们跟上帝说话时, 是跟在天上的他说话。 想了解圣经中的天, 就必须了解天和地之间的关系, 不是空间的关系, 而是属灵的关系。 你会发现圣经开头的地方, 在最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 天和地非常接近, 进到上帝可以直接从天上走到地上来。 两夜里, 亚当听见上帝在园子里行走的声音, 但是最一进入世界, 你感觉天缩回去了。 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一道大鸿沟, 使得上帝处在遥远的高天。 如果你要上帝听见你, 就得大声呼喊主名。 敬拜的时候要大声呼喊, 好让上帝能够听得见。 你读旧约圣经,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 雅各当年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 看见有一座巨大的天梯 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 又看见天使在天梯上上下下, 这又是一个线索。 为什么旧约圣经中的天使 比新约圣经多那么多? 不止因为旧约时代比较长,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上帝远在至高的天上, 我们则活在地上。 上帝和人怎么沟通呢? 就是透过天使。 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带下神的信息, 又从地上把信息带给上帝。 所以你会感觉在旧约时代, 天地之间有一道大鸿沟, 上帝所住的至高天遥不可及, 但是耶稣一来到地上, 这道鸿沟就合起来了。 非常奇妙, 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大家都知道十六节说什么, 却没有人知道十二或十三节说什么, 但这两节经文也很重要。 在十三节, 耶稣说没有人生过天,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请注意这里说仍旧在天, 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离开天上, 而是把天上带下来, 天和地有了接触, 天国进了, 这是进到摸得到, 手伸出来就能抓住。 天国已经来到地上, 耶稣一来, 天与地再度接触, 这道鸿沟合了起来, 天堂真实存在, 身手可及, 耶稣在地上时仍然住在天上, 没有人生过天,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在约翰福音三章另一节经文, 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如果耶稣说今生的事, 大家都还不信, 那他说死后的事, 人怎么可能会信? 但是只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们, 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因为只有他去过又回来。 好, 现在来谈天堂。 各位, 圣经最后讲到, 新天新地, 这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人想到上天堂, 都以为是去别处某个地方, 但是上帝对着地球的未来, 有一个计划, 将来会有全新的地球。 你听过传道人讲全新的地球吗? 我很爱讲全新的地球。 有一次我去澳洲雪梨讲道, 那里离邦迪海滩只有五英里, 我对会众说, 将来的新地没有太阳, 没有海洋, 也没有性爱。 对, 当天会众反应就是这样, 整张脸都沉下来。 看起来像迫不及待想离开, 赶快回到海滩去, 享受太阳、 大海还性爱。 我告诉你, 新地虽然没有这三样东西, 你却不会怀念这些。 新的地球会很棒, 但是很不一样。 上帝不但要救赎男男女女, 还要救赎一切的受造物。 他要叫一切都变成新的, 不只是人变新而已, 因为这个古老的地球 如今被破坏殆尽。 人道主义者以为 人类只有这么一个地球可以居住, 所以十分惊慌, 以致绿色运动几乎变成一种宗教信仰。 许多人想取悦大地之母, 走回头路去拜多产之神巴黎, 非常可悲。 基督徒当然关切环保, 但我们不惊慌, 因为知道创造地球的上帝 将来会再造新地, 是全新的地球。 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城市, 新的城市, 还是个大城市。 我闲暇的时候会设计建筑物, 大多是设计教会建筑物, 不见得有多宏伟, 却是适合上帝百姓聚会的家。 我对建筑很有兴趣。 建筑师常遇到的一个难题是 设计大建筑物或大城市的时候, 要如何维持人性化的比例。 我研究过许多新城市, 像是巴西的巴西利亚, 还有澳洲的坎培拉。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两个城市都是利用水坝在城中央造出一条河来。 这是在模仿新耶路撒冷。 可惜都不像新耶路撒冷, 有人性化的比例。 我好期待亲眼看看新耶路撒冷的建筑, 上帝建造的这座大城竟然像个村庄。 十分人性化, 大小合宜。 你有没有想过新耶路撒冷有多大? 这城是上帝建造的, 也是亚伯拉罕引颈期盼的。 月亮若是空心的, 放心耶路撒冷进去刚刚好。 这座城的面积大约是欧洲大陆的三分之二, 每边长度大约一千五百里, 共有三边。 形状若不是三角锥, 就是正方体。 但上帝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我迫不及待想看这座最完美的城市, 你一见到就会说, 我真希望可以永远住在那里。 上帝会说,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房间。 我要从现实的角度来谈谈, 向你证明圣经确实是上帝启示的。 只有上帝写得出来, 它使用人把内容写出来。 这本书, 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拿到这本书, 但是我这本藏书非常有意思。 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偏光是什么? 一般来说, 正常的光线会从各个角度反射, 所以正常的光线会往四面八方射去, 但偏光只射直线方向。 如果太阳眼镜使用偏光镜片, 镜片就只能让直线的光线通过, 其他方向的光线会被挡掉。 如果你让光通过两副偏光太阳眼镜, 第一副转这个方向, 第二副转那个方向, 那样的话, 就成了正焦偏光, 纯粹的光线。 听到这里还懂吗? 我再打个比方, 比如在座的女士戴的戒指和耳环, 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 如果你拿一片很薄的宝石切片, 宝石, 然后在正焦偏光下观察, 拿两片太阳眼镜镜片来做, 这时会发生两种可能情况。 第一种是宝石会射出彩虹的七彩光辉, 并且有特殊的图案。 第二种是变成黑色, 没有颜色。 在座的女士想知道 什么宝石会出现什么颜色吗? 也许你事后会骂先生。 宝石原本都很漂亮, 但是在纯光下, 钻石会变成黑色, 红宝石会变成黑色, 石榴石会变成黑色。 其余的宝石则变成七彩的颜色。 我这里有一本科学家写的书, 很多宝石在偏光下会呈现七彩颜色, 很多人看得到, 其他人会后可以来看。 这些宝石颜色七彩, 图案各有不同, 而这些宝石则会失去颜色, 变成黑色。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新耶路撒冷城中, 上帝只使用纯光下会呈现七彩的宝石, 其他的宝石都不用。 使徒约翰当初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绝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因为偏光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才发现的, 是近年来才知道的。 使徒约翰当初怎么可能知道? 各位, 这是只有千分之七英寸大小的宝石粉末 散发出来的色彩, 新耶路撒冷会使用这种宝石, 看看那缤纷的颜色, 你能想象新耶路撒冷的风貌吗? 另外, 还要告诉各位一点, 宝石的形状。 宝石的晶体形状也不同, 这些是新耶路撒冷会用到的宝石都有灵脚, 用来当建材很容易吻合。 但是, 还有许多宝石的形状, 比较像是圆形弹珠, 很难当做建材来使用。 上帝没有拿那些来建造新耶路撒冷, 只用这些。 约翰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 只有上帝知道。 我讲这个是要告诉你, 我们所讲的不是神话故事, 这些都是真实的事。 再再证明了, 圣经是上帝透过圣灵启示的, 因为这些事是过去二十几年来才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觉得有意思还是惊讶, 或许我解释得不清楚, 但最重要的是新耶路撒冷城中生活如何, 顺便提一下城中的水果树每个月都会结不同的果子, 到时候水果显然是主食。 那座城中有一棵树只有在圣经的开头出现, 后来就再没有出现过, 就是生命树。 这棵树会提供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矿物质、 糖类、蛋白质和维他命。 我们的身体实在没有理由耗尽, 身体是最有效率的机器, 可以自行再生, 你的皮肤每六周会换肤, 卧室里的灰尘大多来自你的皮肤。 我就理论来说, 你的身体应该能够自我更新, 但是实际上却开始走下坡, 连科学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想不出人为什么会死。 我的身体会死,会腐烂, 是因为他的主人是罪人。 这是唯一的原因, 如果我一辈子都是义人, 上帝不会让我的肉体朽坏。 天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我要讲十四点。 七个没有,七个有, 各位觉得如何? 七是完美的数字, 很适合天堂。 活在天堂的新耶路撒冷城中, 会是什么样子呢? 到时候城门都大开, 你可以在宇宙间自由探索, 你可以自由地踏进空中, 像耶稣升天一样。 你可以上火星度假, 宇宙各处你都可以去, 四处探索美好的宇宙。 好,我们来讲七个没有, 那里没有什么, 我前面说过那里没有性爱。 我们务必要知道, 婚姻是人活着时候才存在, 人一死婚姻就不存在了, 婚姻是至死方休。 将来再见时, 是以弟兄姐妹的身份相见, 而不是以夫妻的身份相见, 说人死后仍是夫妻是错的, 但摩门教是这样教导, 只要在摩门教教堂结婚, 婚姻就会持续到永恒。 但我相信耶稣的教导才对, 他说在天上不娶也不嫁, 所以如果配偶死了, 另一半有自由再婚。 其实再婚反而是对第一任婚姻表现尊重。 有些人认为不可再婚, 其实不必这样想。 在天堂没有性爱, 所以血缘关系不再存在。 从人的血缘角度来看是这样, 你在天堂是属于另外一个家庭。 第二,在天堂没有痛苦, 没有医院, 没有疗养院, 没有墓园, 没有痛苦, 没有残障, 没有支障。 身上会有伤疤, 但这是荣誉的标记。 我相信耶稣身上留有钉痕, 而保罗身上的伤疤 恐怕比别人都要多, 但他以这些伤疤为荣, 因为是为耶稣受苦, 但是残障, 没有。 痛苦, 没有。 不会受苦, 没有离别, 人生是不是有许多离别呢? 各位, 有些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 待在机场的候机室, 我很喜欢观察人, 有些人会张开双倍, 紧抱住对方不放, 而有些人 则会难过不舍地离开。 人生有太多的再见要说, 有太多的离别, 我们以后不能再像这样见面了, 这群人以后不能再相聚了, 人生有太多的再见要说, 对吗? 但是在天堂没有离别, 也许正因为如此, 天堂才没有海, 因为海会把人分开。 我们说去海外, 大海对犹太人而言是阻隔的意义, 在天堂没有离别, 没有距离。 天堂没有悲伤, 圣经上有一句话真是让人感动, 在圣经最后出现了两次, 说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就好像父母对孩子说, 别哭了, 没有必要哭了, 都结束了。 上帝必擦去一切的眼泪, 没有悲伤, 没有阴影, 没有黑暗, 没有夜晚, 到处一片光明。 二十四小时都是亮的, 新耶路撒冷没有路灯, 到处一片光明。 没有会堂, 没有圣殿, 没有教堂, 没有教会, 哈利路亚。 这些建筑都要维护不是吗? 你知不知道, 英国今年得花四千八百万英镑来整修教堂, 平均每个人将近一英镑。 但是在新耶路撒冷看不见教堂的尖塔, 因为上帝会在那里, 不需要用什么来提醒我们别忘了天堂, 最重要的是天堂没有罪, 没有骄傲, 没有贪心, 没有情欲, 没有谎言, 没有能够玷污或是破坏天堂的罪, 更棒的是没有试探。 你能想象吗? 一切都是你的, 什么都可以享受, 没有禁忌, 分别善恶术不会再出现, 只有生命术。 天堂没有试探, 如果你想的话, 可以喊哈利路亚。 真叫人松一口气, 不再有咒诅, 只有祝福, 以上是天堂没有的事物, 真的很好。 但是现在来听听天堂有什么, 第一, 天堂有安息, 会有安息, 但安息并不是坐在福收椅上无所事事, 大家都把天堂想成是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安息等等。 不是这种安息, 因为这不会是你喜欢的安息, 你不会喜欢无所事事。 安息是做你喜欢做的事, 能够振奋人心, 做完后感觉更舒畅。 天堂的安息是这种。 圣经说你会日夜工作, 侍奉上帝, 每天工作24小时, 却不会疲倦。 是不是很难想象? 第二, 天堂里有奖赏。 有些人认为, 奖赏是不道德的做法, 人不应该因为有奖赏才做, 应该不求回报才对。 我可不这么想, 因为耶稣也说要赏赐人, 他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这真是发人深行。 我以前进入铁幕或竹幕传道的时候都会感叹, 这些基督徒将来的赏赐必定远远大过 我们西方的基督徒, 我们像在玩游戏, 在玩教会加加酒, 但是他们赏赐可大了。 每个人的赏赐都会不同, 天堂不会是个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共和大国。 有些人会得到大赏赐, 有些人会得到小的, 这带出天堂有的第三样东西责任, 天堂里会有工作, 没有传道人, 步道家和宣教士这些工作, 而是照管上帝宇宙的工作, 能在艺术和音乐上发挥创意的工作。 圣经说, 列国的财富要带进来, 是哪些财富呢? 今天去以色列会看见, 有将近85个国家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每个人都带回了自己的音乐, 舞蹈, 艺术, 非常丰富的文化, 从这些又创造出全新的音乐。 想象将来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万国, 万族, 万民, 万方, 全来到新耶路撒冷, 带来他们的文化, 见识相当的多彩多姿。 第四, 天堂里有洞见, 你想知道的事全都会知道, 你终于可以彻底了解, 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亲自问保罗他书信中那些难懂的部分。 你能想象吗? 你不必对某人说我可以打扰你两分钟吗? 你会说我可以用一千年来跟你讨论这件事吗? 天堂里有洞见, 你会明白所有的事, 你会完全了解上帝, 就像他现在完全了解你一样, 他知道你头上有几根头发。 你若是黑发, 大约有十二万根头发。 你若是金发, 大约有十万五千根头发。 你若是红发, 大约有九万五千根头发。 上帝知道确实的数字。 年纪越大, 上帝数起头发就越轻松了。 上帝了解你到这个程度, 到那时我们必要认识他, 看上帝不必再像看镜子, 看物镜, 而是面对面看他。 你所有的疑惑都会得到解答。 要知道, 人有很多疑问, 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 明智的基督徒会坦诚自己不懂, 明智的基督徒面对问题会承认说, 我不知道。 但我认识上帝, 我相信他知道答案, 到那日我也会知道。 不要试图强解奥秘, 我们不是上帝, 但到那日我们会全懂。 想象你住在一个绝对良善的世界里,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第六, 天堂里有喜乐, 我们看过的每一幅描绘天堂的画作都充满了喜乐, 宴会, 宴席, 庆祝的画面。 耶稣说过一句话, 最让我感到吃惊, 他说, 我忠心的仆人, 我要与他一同作习, 而且我要伺候他。 你能想象吗? 你坐在席上, 看见一排食物送到面前, 抬头一看, 竟然是耶稣为你端来的。 我恐怕会像彼得那样, 不肯让耶稣帮他洗脚, 但这是耶稣亲口说的。 我告诉你, 今天在座, 如果有一个人认罪悔改, 天上的天使会大大庆祝。 每当有罪人悔改, 天使就会庆祝。 如果一大群圣徒进入天堂, 天使该有多高兴, 对吗? 第七, 天堂里有彼此的认识。 很多人会问, 我怎么认出别人呢? 答案是, 你一看就会认出。 彼得、雅各和约翰怎么知道 耶稣在跟摩西、 以利亚说话? 两位先知早已死去多年, 但他们就是知道, 你也会一样, 你会说挪亚在那边, 我一直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哦, 保罗在那边, 那位是亲爱的彼得。 好了, 各位, 我们要做总结了, 最精彩的部分还没讲呢, 房子要怎样才能变成家? 铺地毯吗? 天支各样厨具吗? 都不是, 房子要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家? 重点在于里面的人, 对吗? 家就是家人所在的地方。 对于天堂, 我们最需要问的是 谁会在天堂? 有四种人会在天堂, 第一种是圣徒, 历世历代的伟大圣徒, 我们将有机会跟他们交谈认识, 还有千千万万我们没听过名字的圣徒, 我们有永恒的时间可以认识他们。 很令人兴奋吧, 圣徒会在那里, 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圣徒, 也有很多知名的圣徒, 会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圣徒, 他们是上帝得胜的信徒。 你所有的属灵亲人都会在那里。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不见得会在, 但属灵亲人都会在, 那是个很大的家庭。 你会不会觉得信主后跟属灵家人 反而比血缘上的家人亲? 当然, 你有责任和有血缘的亲人好好互动, 你有可能是他们跟上帝之间唯一的连结, 但你内心就是无法跟他们尽情分享。 你可以遇到一个陌生人发现他是基督徒, 才谈话五分钟就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二十年了, 是不是这样? 别人惊讶地问, 你认识那个人多久了? 刚认识。 可是听你们讲话就像认识二十年了, 也算吧, 因为我们二十年来有共同的经历。 我们认识同一位主二十年了, 圣徒会在天堂里, 天使会在天堂里, 你也许会认识其中几位。 天使不会抱着竖琴, 穿白长袍, 身上有翅膀。 如果天使真的是这样现身, 你不可能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 但圣经说, 当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天使会以人的模样现身, 如果你让陌生人搭遍车, 也许车上会有个天使, 到了目的地才发现。 有一个女孩告诉我, 有一天晚上她独自回家的时候, 走过去黑的街道, 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冲出来, 抓住她, 要脱掉她的衣服, 显然是要强暴她, 她马上呼求万君之耶和华。 这时有另外一个年轻人跑过来, 把施暴的年轻人推开, 拉着她的手说, 走吧海伦, 我送你回家。 她回到家门口, 把钥匙伸进去, 转身要谢谢这个年轻人, 她却不见了, 街上不见任何人影, 将来她到了天上, 一定能认出她来。 我们不必知道天使在哪里, 只需要相信上帝在我们身边安排了天使。 将来有一天, 我们在天上会认出, 原来你就是搭我便车的那位啊。 我还以为你是凡人啊, 要知道我们身边有天使, 所以天使会在天堂里, 耶稣会在天堂里。 它是油脚的公羊, 又是狮子。 耶稣说, 我会来接你, 我在哪里, 你也会在那里。 那里就是天堂。 我不知道我会先看耶稣的脸还是手, 也许轮流看吧。 但是我们会向他道谢吗? 他也许会对我们说, 这是我不是为自己做的, 而是为我的父做的。 我重新得着这世上的国, 好把这一切回献给天父, 一切都属于他。 从这里带出了最高潮, 上帝会在天堂。 说到这里, 我还要再说一点, 你会看见他是王, 会看见他的宝座, 你会敬拜他, 但你却可以叫他阿爸, 阿爸父。 各位, 我在圣经上发现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看到。 圣经没有说我们将来会到天上, 永远和天父同住, 圣经说的刚好相反, 圣经说天父要搬到地上, 永远和我们同住。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 不只是新耶路撒冷下来, 上帝也会下来, 连天使都惊奇地说, 看哪, 上帝的帐幕在人间。 不是人要去和上帝同住, 而是上帝要来和人同住,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真理, 在历史的末日, 上帝要改变他的住所, 他要搬来跟我们住, 天使来过地上, 他的儿子来过地上, 但圣经的最高潮是上帝要搬家, 他要来和我们一同住在新地上, 这里将是全新宇宙的中心,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上帝从至高的天搬到地上来, 到时候不再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而是说在地上与我们同住的父, 这是圣经的最高潮, 上帝这样爱我们, 以至于想和我们同住, 搬来和我们同住, 他要成为我们的上帝, 好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圣经最后说, 上帝将要跟人同住, 以马内力, 上帝与我们同在。 好了, 天堂就谈到这里, 如果再谈下去, 我们会对地球不耐烦, 不想再待在地上了。 上帝告诉我们天堂的事, 让我们确信天堂存在, 而且上帝正在预备天堂, 但不只有天堂, 还会有新天新地, 就在新耶路撒冷这里, 这座城建成之后, 将会成为天国的首都。 圣经最后说, 天国会建立在地上, 正如我们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阿们。 阿们。